還穿著醫師服 戴著口罩 護目鏡 自己的同事幫忙接種疫苗 他是任職在美國德州 休士頓醫學中心 臺灣籍的重症醫師許環林 接種第一劑輝瑞 武漢肺炎疫苗 在全世界最大的醫學中心 全美首批施打 甚至因此登上休士頓市長 和德州州長的社群媒體 許環林醫師現身說法 除了些許副作用 許環林醫師說就像打流感疫苗一樣 全美首批針對醫護人員施打 15號打了第一劑後 隔21天後要再打第二劑 全美施打醫院有六成 但還是得等到施打率達六成 涵蓋率才能安心出遊 甚至出國 但想起對抗疫情一整年 就在集中收治重症確診者的 加護病房 經手過上千位確診者 這件事最難忘 一些經驗值參考 三日新聞周貴龍醫師現身 剛才知道 好